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这个广角镜头配合大家若眼若现的内饰 是不是有点小feel 唐大叔现在坐的一台车里面 也就是唐大叔最喜欢的皮卡之一 当然另外一台先告诉大家没所谓 就是公羊头皮卡RAD 1500的RABEL 因为唐大叔喜欢木马人 所以对于有越野能力的皮卡当然会很喜欢 另外一台唐大叔最喜欢的呢 就是现在坐的这一台 如果懂行的朋友或者稍稍了解的 看到这个木质的方向盘 还有后面的这个颜色已经可以猜出大半了 没错 这一台就是RAD 1500这个公羊头皮卡里面 最有特色的另外一个 Lerome的Longhorn 就是Lerome的长脚牛 这台车的内饰相当了得 但这个不是重点 前面呢已经讲好了这些介绍的东西 现在呢咱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开一开了 高兴吧 那本田丰田也开始有他们自己的这些豪华品牌线 有点灵质啊 对吧 那这个豪华完之后呢慢慢的哦小车太小了功能性有太多限制 于是呢慢慢的这个SUV就出现了 它的个头更大 然后这个用途更广 所以呢慢慢的呢大家又觉得但是SUV没有这个小车里面内饰啊 或者一些东西那么豪华啊 不够漂亮啊不够舒适啊 于是呢这个豪华的SUV又出现了 那当然刚刚后面的故事就是我一开始前面讲的故事了 慢慢皮卡也是这样子的 比SUV更实用 而且现在大家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 有一些人呢喜欢打猎 有些人喜欢钓鱼 慢慢的皮卡呢也变成了这种 皮卡也变成了这种呢 高级豪华皮卡的这个定位 所以 开场的时候我讲的这台车对吧 从这种木质的漂亮的把手到 大家可以热眼热现看到这种非常有个性 非常帅气的内饰皮椅之后就知道 这完全就是照着豪华去的 当然呢 详细的介绍可以再看这个其他部分 这台车介绍其他部分去详细了解 我现在只讲驾驶体验 大家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高级豪华皮卡呢是这个 它当时定位的这个皮卡 当然最早最早皮卡 公羊这个到期已经在做了 但是我是讲的新的这个新时代的皮卡里面 它定位的时候就是冲着这个豪华皮卡 而没有之前我讲的从一个普通这个工作皮卡 我们所谓讲work track 直接就跳到定位的时候 重新设计这个1500或者2500 3500 它就想到这一点 所以它这个公羊皮卡和其他的主流皮卡不一样 就是它前面的这个都是独立避震 那当然大家知道了独立避震 不像这种两个绑在一起的这种避震 对吧 它晃的时候这样独立的时候就会更舒适 也就是SUV的原理 但是还不止这样 它后面的这一个呢 其实虽然是一体的这个所谓避震系统 但是呢它也用了很多方式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克莱斯勒出名 就是做引擎和这个避震 我多次也讲过了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做吉普木马人嘛 所以这方面避震会比较懂 但是这个是完全越野SUV的这些避震系统 但是同时克莱斯勒又做这个 在公路上量产的车里面最猛最快的 像这个眼镜蛇啊 Viper啊 像这个道奇的Challenger啊 Charger啊 SRT系列啊 吉普这个吉普大切诺基啊 所以它既试过一个极端的 公路赛车的极端的这个避震 又试过吉普木马人最厉害越野的避震 同时又做过兼顾像这个大切诺基的SRT 这个车开起来 完全全是一个 这个有很像赛车的这么一个SUV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都做过 所以当然刚刚提过一点点这个引擎部分 那也就也就是最后引擎和这个避震 都是看家本领 所以这台皮卡搭载的是一个HEMI 5.7的引擎 再加上避震 当然这两方面都有兼顾 也就是performance和comfort 就是这个运动的能力 还有这些舒适性都兼顾到 所以坐在这个车里面 首先先从引擎上讲 就是起步很快的 可以感觉一下 听一下HEMI的声音 因为它用了这个HEMI引擎 而且配的是八速的这个变速 八速大家知道变速的多了嘛 所以每一个挡的话 它这个力气会更大一点 扭力也会更大一点 马力也会更大一点 当然这里顺便提一下 如果这个大家有一些 对汽车这些东西比较陌生的 扭力呢是起步 还有爬坡啊 一些重要的东西 而马力呢是急速 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像这个赛车也好啊 一些什么也好 它是扭力马力都大的 起步也快 急速也高 那那为什么有些 这些不同的引擎呢 这些这些马力不同呢 那如果一个皮卡 也是300匹马力 一个汽车也300匹马力 大家逻辑就知道 肯定是汽车更快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马力之后呢 你还要处于这个车的重量 得出来的才其实是 这个车的速度 当然不细讲来讲 大家可以这么 很容易的理解 所以呢 这个首先 这台车搭载的 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395匹马力 和410扭力的 这么一个HEMI V8的 5.7升的引擎 那是完全起步 各方面没拖一个 这个差不多3000多磅左右的 这么个车是没有问题了 那再来第二的话 刚刚前面讲过这个避震系统 所以这个车非常的舒适 像到了蓝尔米级别的话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车 隔音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现在奥运因为关掉了 引擎真正吵起来的时候 用起来的时候 嗡嗡的声音 HEMI 引擎还是挺性感的 大家还能听到一点 但是基本上上了高速或者什么 这台是非常安静舒适的 再加上皮卡嘛 比SUV还要大一号 但是我只说大一号而不是说大很多 坐在里面就像一个大SUV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坐过最大的SUV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去想一想 这个 以前不知道有没有坐过中八或者什么的 可以去想象一下又高又宽的这种感觉 一个超大SUV这么一个 但它其实停在停车场或者停车位上去比较 唐大树做过这样的比较 也就是比这个SUV 我说是全fullsize大的SUV 会大一点点而已 当然我说的大SUV是这种美系的一些 像咱们到齐的Durango这些 而不是像一些 我觉得X5X6那些看上去就很小 我没有具体比过 但是我说的美式这种 像Durango很大的对吧 像有些其他品牌的大的SUV这样比 那皮卡可能差不多或者再大一点点 那高度的话呢 它是应该1米99左右吧 2米吧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也不是说超高 就是那比起来一个木马人 如果加了两寸提升的 也就是看上去也差不多 所以呢皮卡已经不是刻板观念里面这种 哇就是拿来工作的后面一个大斗 像咱们原来这种解放皮卡 当然大家刚刚听到一个提示啊 是唐大树设好的 也就是超过限速14公里以上 因为在加拿大反正这是个技巧嘛 反正我只是说说我不负责的 一般来讲超速在10公里以内的警察叔叔不会来骚扰你 超过14左右 应该还说得过去 超过到20了 那一般就会抓你了 因为法律的关系 当然我没有 我不负责的啊 你们自己这么看 所以我设到14 也是这台车顺便就讲到 他说是另外一方面 娱乐系统和这种一些功能的东西了 那当然这是Longhorn 也就是倒数第二 从名字上但是价格上也是这么理解吧 在这个龚羊半吨1500这个级别皮卡里面 所以当然这台车东西该有的都有了 除了这些大荧幕一些东西 刚刚就是其中一个对吧 还是挺智能的 它速度到了 当然有时候这种 它是跟这个GPS GPS有时候对这个路段的限速搞不太清楚 所以有时候会误报 但误报总比不报好 你自己知道我已经超过了这个这个擦边球的极限了 灰色地带边缘了 就不能再继续超了 这样的话 对吧 毕竟皮卡这么大 这个目标也比较大吧 而且是个漂亮皮卡 被发现人家肯定是先超你牌的 而不会去抓一个什么02年的这个 丰天CV是吧 所以另外这个车前后都有这种sensor 后面当然有到货雷达了 到货影像 有sensor之后呢 如果离得太近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提醒 但是更主要的话 这个停车的时候 因为毕竟皮卡还是蛮大的 会给你一些提示 等于这四个角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GIN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 所以这些东西都帮助一些 刚刚接触皮卡的人 会更容易就是来开这个车吧 所以现在就是讲到另外一个话题 现在皮卡已经不再是 这个原来里面蓝领啊 对吧 蓝领就不管了 二十几岁 可能他工作嘛 work truck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 真的超速了 没有超速 就是善意提醒 说到哪了 对 就是蓝领 原来观念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 年轻人 这个特别是我们很多华人 喜欢户外钓鱼的 后面放这种摩托车的 各种各样的都开皮卡 还有一大部分就像我唐大叔爸妈这种 住独立屋 他喜欢弄花弄草 那后面那个斗会非常实用 还有一部分人 有些 还有一部分人呢 他动手能力很强 自己家里经常弄一些home project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有过体验就知道 你随便去哪个商场买东西 他都家具特别什么 他都不帮你装的嘛 不帮你装之后呢 那个盒子又超大 一般SV都装不下 对吧 都有这种经验 那皮卡根本就没关系了 然后或者说前面说的 放这个花花草草 就算有味道 有土脏啊 后面这个 这台车后面是有这个斗 上面有backliner 也就是那种防刮的 然后很容易清洁的 这么一个东西在上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开皮卡呢 就是让更多人开始接触 把它当做一个像SUV 但是用唐大叔的话说 因为这个V8引擎虽然 但它带来这种节能模式 也就是自动会关到四缸的 当你速度起来之后 达到一定速度 它只用四缸 我刚刚说的马力是急速 它就四缸就足够推动这个车了 因为惯性已经起来了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在这个高速上超车的时候 猛一踩油 它八缸又启动了 这样要帮你加速 所以就是起步加速的时候 八缸平时呢 速度一上来就变成四缸 那也就是节能性上会好很多 那用唐大叔的话说 就是有这种小车的油耗 比这个有SUV的舒适 然后有这种皮卡的无与伦比的多功能性 就现在变成这么一个定位的车 而且又非常舒适 所以呢 唐大叔也是很喜欢皮卡 特别是这一台 这台是我最最喜欢的 虽然它上面还有个所谓Limited 这个还有个Rebel 我说过了我也喜欢 但是Limited的就是 有这个可以升降的Air Suspension 这个是一个这个标配的东西 那其他的车想要这个东西 都要去选配或者定制 除了那个之外呢 前后脸会有这种Ren的标志 而不是挂了一个供养头的标志 内饰我就不是那么喜欢 唐大叔不喜欢了 可能不够张扬 或者可能不够怎么样 它是 但是那个是很低调奢华 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黑黑的 然后写的Limited的那些东西 当然这个题外话了 所以主要这个车 大家我应该和前面比较起来 前两天我也开过吉普木尔人 对吧 那个镜头晃动程度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现在这台车的晃动程度 就可以知道 刚实环 还经过一个小的地方 发现很平稳的一个车 可以来说 而不会这个 像吉普马人那样子 太过于软 也不会像一些小车 这个像SRT那么硬 就是舒适吧 再配合它这个前面 因为人是坐在前面的 斗是在后面 斗在后面 我刚才说了 用了一个的这种系统 主要为了承重会更好 因为分开的对吧 东西太软也不行 前面呢 就像舒适 像SUV一样 坐在里面 人很舒服 然后这个车又很高 当然也不会说夸张的搞 但多数一般车 你都是往下面看 特别像咱们中国人 这个斜眼看看老外 也是蛮爽的一件事情 蛮好玩的 驾驶起来呢 还是蛮想就是猛踩油的 因为这个黑面也挺舒服 来点小声音 还是蛮爽 但是呢 就这么开开 也很舒服 哦 唐大叔开过这个车 去Chillivac去玩过 这是我所有 这个自驾游里面 唯一一个可以说话 开完这一圈下来 一点都不累 我开过SUV 我开过小车 我开过吉普马人 都试过 原来皮卡真的不累 因为对吧 大家知道 这个大巴也是一个原理吧 又大又高 又相对比较稳 这个坐着就不累长途 皮卡也是这样 开了也不远 虽然来回也就是区区一些地方 三百来公里不到吧 两百多公里 但是一个下午 我来回这样走一点都不觉得累 所以皮卡又除了我刚刚讲的那种家庭用啊 又舒适快啊 安全性我没特别讲但安全性也是其中一个 谢谢 然后呢 我刚刚讲到哪了 不累 哎呀你不要查话 刚刚一个很重要一点 被他给打断就想不起来 想起来 刚刚讲的家庭用花园 Home Project 然后呢 开起来很舒服 像SUV很实用 另外一个真的 这台车是一个旅行非常好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皮卡是能拖的吗 能装能拖的 你想后面拖一个这种旅行的trailer也好啊 或者是什么的也好 camper也好 出去玩 是非常爽的 或者拖条船什么的 这就是皮卡 国外嘛 停车位大 家里有停车 停车的这个车库什么的 或者是停单门口什么位置都很多 到了什么地方停车位也够大 所以国外是完全可以把皮卡当做日常的车 或者是这个家庭车用 那刚刚我说的几个对吧 小车的油耗 SUV的舒适 皮卡 无与伦比的多功能性 另外的话就是长途旅游的这种好伴侣 开这个车去 去旅游的话又坐着不累 然后又可以拖东西 所以皮卡真的是很爽 另外另外呢 唐大叔已经绕了很久 也讲了啰嗦很久了 这台车标准的是五个人的 在一些低级别里面 在1500 它是可以有前面坐三个人的 我觉得这种多数在work truck 最前就是最 比较低配一点的这些里面 可能工作定位的为主 所以前面坐三个人啊 或者一共坐六个人去工作 有关系 但是到后面一点呢 都是坐五个人会非常舒服的五个人 非常舒服 那些储物空间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我其他 这台车其他方面的介绍在细讲 这个主要讲驾驶的感觉 大家也陪着我这样 刚刚音乐就关掉了 因为有点影响音质 现在把音乐打开最后一点点时间 大家听点歌吧 我就是给大家看 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 我可能会帮你 不客气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我就是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